天火燎原 易水寒中了龙当的天火燎原 急火攻心危在旦夕 东方白石重伤袁孝天 抢来玉佛替易水寒疗伤 在玉佛的神器效用下 重伤垂死的易水寒 历史变得神采奕奕 太好了 这玉佛果然是疗伤之宝 连你这么重的伤都能救 只要我们慢慢打动你的奇境八脉 你的伤必然能够痊愈 在东方白石和玉佛的帮助下 易水寒的伤势逐渐恢复了过来 可东方白石不明白的是 他们所在的奇目风酷热难耐 还会不时刮起猛烈的山峰 根本就不利于易水寒恢复 易水寒为何非要到此地疗伤 爹 你没有练过皮魔剑法 自然不明白其中的胸肌 这匹魔剑必须要在 治阴治阳的地位修炼 而这奇目风的山顶 正是治阳之地 无法无天若想连了匹魔剑 就必须要到这山顶上来 我们只要在这里守着 就一定能够抓到他 原来易水寒执意留在奇目风 是为了守株待兔对付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趁着易水寒重伤 抢走了他的匹魔剑和剑骨 这被易水寒视为奇耻大女 恨不得将无法无天千刀万剐 东方白石得知易水寒的目的 出言劝解起了易水寒 他认为权势名利都是过眼云烟 易水寒遭逢此次大难 难道还看不开人世间的贪嗔痴怨 不如等伤势恢复后 就跟着他归隐山林 不要再理会这些恩恩怨怨 易水寒文言情绪十分激动 他已经失去了擎天剑派和他的儿子 要他放弃一切还不如让他去死 你要承认我是你的儿子 你就应该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而不是现在婆婆妈妈的说这些废话 好 易水寒 东方白石见易水寒反应过激 竟然引得伤势复发 只好妥协不再相劝 而就在这时 无法无天偷偷潜入了山洞 他见易水寒和东方白石守在洞中 心中不由得大呼不妙 没有知音知杨宝帝的帮助 李无极来了也练不成夺魂三世 东方白石武功惊人 要他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就这么算了 我怎么能够甘心 不请 想个办法掀下手一枪 把他们斧子都宰了 在命绝后患 无法无天为了炼成夺魂三世 称霸天下 决定利用敌在冥我在岸的优势 潜伏下来伺机而动 时间转眼过去了一个月 易水寒的伤势恢复了大半 东方白石告诉易水寒 再过半个月的时间 他的伤势就可以完全恢复 谁知易水寒文言十分暴躁 他早就已经按耐不住 想要赶快找出无法无天 将其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 易水寒不听东方白石的劝告 非要去找无法无天算账 结果被四方门的探子发现 将他的行踪报告给了东方玉 东方玉等人得知易水寒就藏在齐木峰 认为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前去铲除易水寒这个大魔头 与此同时 无法无天也发现易水寒父子 正在四处搜寻自己 若是继续留在齐木峰恐怕凶多吉少 不如先逼逼风头再做打算 哪知就在下山的路上 无法无天撞见了袁孝天一行人 当真是前有狼后有虎 让无法无天进退两难 只好往齐木峰的山洞逃去 好巧不巧 易水寒因为迟迟找不到无法无天 强行使出擎天霹雳掌发泄愤怒 结果导致伤势复发情况危急 将玉佛放在了他的手中 替易水寒倒气归原稳定伤势 然而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无法无天逃进了山洞 易水寒剑是无法无天 要东方无天赶快杀了他 夺回屁魔剑和剑谷 殊不知东方无天替他疗伤 根本受不得半点打扰 更别说腾出手去杀了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不知道这个情况 出言向易水寒服软 只要易水寒帮他打退袁孝天等人 并承诺饶他不死 他就将屁魔剑和剑谷完毕归账 你做梦 我绝不会相信你 我拿命来 那是他 不能乱动 哦 原来你们运功到了极药关头 所以才不来杀我 他呢 反正左右都是死 不如那我们 是让你们陪赞再说 我 就是 会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